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然后今天呢,是一个模组 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什么动物啊? 为什么它长得比我高? 不是,你这是看不起我吗?还是什么? 哇,你看着我兄弟,你不要这么不尊重人! 哇,我觉得它在骂我 我好久没有玩Minecraft了,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动物 它的菊花呢,看上去是十分的美味 有点像一个,有点像一个火腿你知道吗?不要害羞呀 有点像一个火腿,你知道吗?这是羊驼吧,可能 看上去有点像一只狼 哇,这是什么?我玩的是原版吗? 我,其实我玩的,我知道我玩的是原版,OK 我现在玩的是Minecraft 1.12版本 哇,还有这个颜色,这是什么东西啊? 哇,这么酷吗? 哇,你看他们,这个说话就像呕吐一样 那么我们不要分心,我们今天做这个视频呢 是关于这个潘多拉磨合,你们知道吗? 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潘多拉磨合 因为我都不知道什么是潘多拉磨合 他跟我说我需要一个箱子 一个灵魂沙,然后还有一个墨影池 我就可以做一个潘多拉磨合 这三个东西呢,把它放在这个地上 哇,这个太恶心了这声音 OK,我们跑到远远的 怎么还有白色羊驼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们是不是 对,他们也一样的叫声,真的恶心 OK,我们到这个地方 一个灵魂沙,墨影之石和一个箱子 哇,这什么东西? 这个声音是挺酷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版micro里面的声音 所以呢,这是一个命令方块啊 所以里面的资源都肯定是原版MC里面有的 我们先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不会突然整个世界就爆炸了 然后这个视频就结束了 深呼吸 什么东西啊? 怎么飘了一些东西上去 这是什么? 这个看上去像一个黏土块 然后呢? 我可以收集它吗? 嗯?就这样吗? 哇! 我的天啊! 什么东西啊? 我就丢了下来 哇,刚刚那个是什么? 你们听到这个声音了吗? 它还在继续往下挖 好像是你可以收集这些不同的东西 而它们有不同的功能 哇,太牛逼了,OK 我们拿下一个试一试 刚刚我们看到一个恶魂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挖洞的东西 诶,等一下 这里怎么变成继续言了? 刚刚看还是那个东西这么厉害 哇,好牛逼啊 OK,我们试一下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个废物 诶,不是 好了,那么 那么这个 其他的东西很明显 我们是拿不到了,OK 我们已经被这个 被岩浆给吞没了 那么这说明呢 这个箱子肯定是毁了 对吧 不用想了 非常牛逼 哦,这里还有一个 那其他的 那其他的就拿不到了呀 哇,这里还有 都在周围好像 它不可能全吐在周围 肯定还有一些是在里面的 也许这个可以让他们这个岩浆消失你知道吗 应该是不可能的 What the fuck 这是什么东西呀 为什么一个僵尸还能有白描边 What 我一辈子没有看到过 这么厉害的大僵尸你知道吗 我玩的是Minecraft吗 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东西呀 我们可以打它吗 应该是这种大怪物 你要打下面你知道吗 OK,我们把它放到岩浆里面 哇,去死吧 哈哈 这些羊驼呢 我觉得应该也把它放进这个东西里面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吵了 OK 我不应该把它放进去了 这个叫声实在是太恶心了 真的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来试一试 我把这个东西丢在他身上 会怎么样呢 丢 就这样吧 这是个屌吗 他是弄了个屌出来 他在这里装可爱 你知道吗 他叫了个箭好像 诶 怎么有更多的东西出来了 我的天 怎么回事 怎么有这么多 刚不是只有一个吗 怎么突然出了这么多 哇 这个有点 有点可怕兄弟 这个这么厉害吗 这个模组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 OK 这里为什么有一个 史莱姆方块啊 怎么无缘故出来的 哇 我们要怎么找到其他的那个 在岩浆里面的这个 封印的这些东西呢 估计我们看不到 所以我们应该再弄个箱子出来 这个键呢 是有一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效果 只是有一些覆墨效果 OK 我们又放了一个箱子出来 我们右键一下呢 它会出来很多碎片 OK 这次我们来收集一下 这个 我们可以全部收集掉吗 一下子全部收集掉 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好像是随机的 不是你拿到哪个 就会怎么样 好像是 那你看它都 成一个组了 所以肯定是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这里还有一个 有七个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 可能是刚刚 二有这个是天梯 我的天哪 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有这么多铁针下来 这么厉害的吗 哇 哇 哇 我还在继续炸 哇 连铁针都能被炸出去吗 这么牛逼 这个如果在 在约组里面 向你朋友放一下这个方块 那我们可以想象到 这个 这个扶主肯定你第二天 把你 把你踢了你知道吗 第二个 WTF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 一个 钻石块 然后这个是 猫菇 应该是猫菇 因为 猫是 牛是这么叫的 然后菇呢是蘑菇的菇 猫菇 我可能完全 完全读的不对 但是这个是这个 这个看上去挺酷的 三排 猫菇 肯定是很嗨 就这一个 比较孤单在这里 他想进去 但是他进不去 他开始做一些脏脏的事情了 哇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啊 我在这儿录视频呢兄弟 第三个 这是什么 我的天哪 这是 苦力怕和这个毒虫 哇 这个东西好恶心 这是世界上最恶心的东西 我不想看到他 我们走吧 这太恶心了 这个还是个 白边的一个僵尸 OK我们放第四个下来 这个呢 是把这个 这个大自然化 这个叫大自然 大自然潘多拉魔盒 如你们所见 这个周围长满了树 然后呢 这个下面也变成了这个玻璃 绿色的玻璃 是不是 非常非常大自然 这个呢 估计是整个潘多拉魔盒里面 最糟糕的一个东西了 我是完全 没有任何质疑的 你知道吗 这是最糟糕的东西 OK 这个 保护大自然是 我们不支持的东西 OK 太恶心了 我们快走 太恶心了 下一个 这个是岩浆吗 What You received Pandora hope 什么东西 这个是 潘多拉的希望 Use it to destroy Pandora's box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毁灭 潘多拉魔盒 但为什么我们要毁灭呢 对不对 潘多拉魔盒多好啊 我们为什么要毁灭呢 对不对 再来试一下 还有两个 两个可能是我们之前探错过的 这是什么东西 哇 什么都没发生 哇 不可能呢 怎么会什么都没发生呢 可能这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可能这是个假的 OK 再来一个 OK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 地基毁灭者 你看它已经 我可以听到声音 但是没有任何地方 在动你知道吗 可能在很下面的地方 非常非常下面的地方 OK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这个 磨合道具 这个是什么呢 OK这个是那个 这个怎么又和之前的不一样了 这个怎么又变成彩虹下来了 哇它有不同的效果吗 还是什么 它好像是有不同的效果 我的天这什么东西 为什么看上去这么诡异 OK 如果这是随机的话 那就是十分十分酷了 哇 然后这个又是无限 无限火和史莱姆 然后 这个地基也被毁坏了 我的天哪 这个好像真的是随机的 或者还有很多效果 我不知道 这看上去非常非常高 我们再丢一个 我们还有吗 我刚刚又丢了一个下来 这是TNT那个 哦不 只有不一样了 只有不是那个随机TNT 这个是好几个TNT突然下来 好了我们继续探索游戏世界 对不对 我们再来拿几个封印之盒 估计这旁边还有一些 what 为什么我被 我被撤回去了 我还有这个呕吐效果 就是这个昏厥效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要按右键吗 还是左键 还是扔下来 wow 既然有用 它消失了 它没有了 哇 这个音效 这个音效 这个音效有点酷 但是呢 这些破坏大自然的证据呢 还是存在的 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呢 最要这里 这就是这个 潘多拉磨合 这个十分的毁坏大自然 我是十分喜欢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视频的话 你可以点个点音 点个订阅 然后呢你可以在评论里面 留下来 告诉我你想看什么样的模组 然后我们下一期母子教视频 再见 或者母子故事 拜拜 拜拜 拜拜